哈囉 各位觀眾 大家翻天出來 河邊逛逛走走 就剛好遇到一隻 早上沒有遇到的神奇寶貝 這隻叫什麼啊 你有印象嗎 叫 假假 不知道它是什麼啦 這是名字忘了 抓吧 有了有了有了 抓到了 因為一直在等這個機會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四等 抓完這隻要應該是變五等了吧 我們來看一下五等會有什麼變化 有了 臉套館會有不一樣的事情發生 我們現在已經五等了 好 然後呢 他們會要我們選擇陣營 總共有黃色 藍色 紅色 好啦 那我這邊的話呢 就是要公開表態自己的陣營 對 我現在要選的就是紅色 OK 我們現在五等了 然後我們也有陣營了 好啦 各位觀眾 那 五等之後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在 這些資源點 會給你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像是我現在領的話呢 我們就會拿到一些回復藥 或者是復活藥 那給大家看一下就是這些東西是什麼 呃 我先點開道具 欸 大家看到第一個Potion Potion這個就是回復藥 是讓你回復血量用的 第二個Revive 這個就是神奇寶會死掉之後可以活過來 如果我理解沒錯 應該是這樣沒錯 好 因為五等之後呢 他會開放你打道館 所以他會給你一些這些補給品 讓你用 那他還會給你一個東西 第三個 這個就是香爐 這個我本來有打算拍成一集 香爐的作用它就是 你在一個定點放香爐的話 神奇寶貝會自己靠過來 所以你如果真的在家不想出門 在家開香爐就好了 一開始會給你兩個 五等之後再送你一個 所以我現在總共有三個 好啦 OK 就是如果大家不想出門的話 在家也可以用香爐抓神奇寶貝 好 解說到這 謝謝大家 期待下一集吧 掰掰 那你要不要現場開一個香爐給我們看看 現場開一個香爐 一個香爐持續三十分鐘 有點久啊 大家自己在家裡玩就好了 好 掰掰 掰掰